三大恶人,大傻,阿贵,豹妹,带着三只手来到了荒郊寻宝 他们将黑猫血倒在银剑上,瞬间天色突变,天构时日,佛掌爆开 一个四人非人的怪物抱着箱子端坐在里面 四人以为箱子里宝物,连忙遣三只手,打开箱子 却不想里面只有几件普通烂铁 怪物躲在阿贵身后将它杀死,敲开了它的头颅 剑齐两人不好对付,怪物便跳到了高处 石柱压着几人时,怪物拿着武器逼近几人 这时倒是毛尖带着土地出现,将三人救下 毛尖告诉三人,人魔运是自己的师兄 坠入魔道后,他专用铜钉取人性命,获得他人的寿远 且被害人必须是害年害月,害日害时出生的 当年祖师将以成妖的人魔师兄制服 用银剑封印,不想现在,虽然被这几个贪财的亡命之徒释放 无论如何,人魔都会再次找上三人 毛尖分给三人,每人一个寻妖灵 只要妖魔靠近,铃铛就会响起 为提前得知人魔的行踪 毛尖找到了狗昂伦,所要一只嗅觉最灵敏的狗 狗昂伦推荐公狗大笔,他嗅觉灵敏,可惜被打断了腿 毛尖想起了一个办法,狗上身 徒弟设坛,摆好香烛糯米,黄纸鸡血好 将狗的灵魂和毛尖的灵魂互换 几个人牵着毛尖上路,人魔身上的皮一路脱落 毛尖跟着他的气味来到了太平镇 来到太平镇,毛尖被一只母狗引炮,几人连忙追过去 没一会儿几人便走散了 宝妹非礼徒弟,欲被强行和他发生关系时 三只手突然出现,原来是他发现了一具脑浆直流的尸体 三人赶到时尸体已变成丧尸,将三人追得四处逃窜 三只手趁乱不知躲到了哪里 宝妹和徒弟躲到树上,刚松一口气 他们便发现,后方人魔正拿着铜钉悄悄靠近 两人吓得掉下了树,远方传来了毛尖的声音 人魔不敢动作,只能逃跑 小镇发现了尸体,人们理所当然地以为是三大恶人所谓 探长阿威发布悬赏令,开始全阵搜寻三大恶人 这一切被躲在一旁的人魔听见 他撕下了一片脸皮,粘在阿威身上 果不其然,毛尖一行人选着味道主动找到了阿威 阿威将几人收押,见毛尖伸手不错 阿威蒙起眼睛和他过招 不成想人魔抓到了大笔,破坏了大笔身上的法术 毛尖当场变成了一只人生狗头怪 几人合力将毛尖寝住,拔向了他额尖的狗毛 可惜在拆馆耽误了一夜,已经追不上了人魔 如今他已经感到魔窟 他已经吸收阿贵的寿员,魔力大增 此人只得等人魔来找另外两名害史出生的人 当晚五人住进了一间鬼屋 十二点一到,鬼屋内的鬼魂统统跑了出来 几人想逃,却怎么也逃不出 幸好家里的女主人小爱及时回来 原来小爱生前在外国长大,预备回中国嫁人 但那时人们的思想太封建 认为小爱男女关系复杂,没有人敢娶她 她一时赌气自杀 现在不能投胎转世,需要一个处男为她殉情自杀 自然当中只有毛尖和徒弟还是处男 小爱看上了毛尖 她一眼看出毛尖是修炼长生术的 将毛尖关了起来 射陷阱让她打破鸡蛋 不一会儿,毛尖便满头白发 变成了一个老头子 见毛尖还没有死 小爱找到了一只千年龟蛋 这时铃声响起,人魔到了门口 小爱为留住毛尖 将诛杀人魔的银剑 射在门口的柱子上 三只手在取剑时被人魔杀死 徒弟在门口全力反抗 声响引起小爱的注意 她终于放徒弟进来 小爱和老去的毛尖都不是人魔的对手 关键时刻,豹妹拿来了银剑 人魔将手握银剑的豹妹抓走 小爱尖装有些自责 她将魂魄附在山上 带着三人追踪人魔 找到人魔 潮雪使她已魂飞魄散 三人爬进巢穴时 人魔正在吸收三只手的寿源 她吸收完毕后 魔泪几乎达到了顶点 紧接着她将暴门杀死 用细心大法吸大傻石 铁链断裂将石头砸来 原来她石头里藏着人魔的命脉 大傻抱着人魔 被打得半死 仍然不肯放手 徒弟联盟用银剑刺向命了 可惜刺到了石头上 大傻见妹妹惨死被打得全身骨折的大傻 用天灵撞向银剑 和人魔同归于尽